一直以来 中国在战机研制方面 将西方国家起步较晚 但我们一向能换压力为动力 发展到现在 诞生了一批G20 G15 骚龙等先进战机 向世界证明了我们战机研制水平 近日 中等土豪又看上了我国一款飞机 而且还是最贵配置 既网城消息透露 阿拉伯联合球运 阿拉伯联合球长国不仅看中了中国飞机 而且一出手就要买最高配置的 据介绍 这次不是彩虹 也不是翼龙 阿联酋直接订购了15架L15AW飞机 这并不是为军队采购的 而是为了骑士飞行表演队准备的 更重要的是 这对战机操控性要求更高 阿联酋骑士飞行表演队成立已经近19年 被阿联酋称为国宝级飞行表演队 对表演飞机性能要求虽然很高 毕竟是土豪 优秀战机虽然等着挑 这次阿联酋购买L15 无疑是对我国战机的肯定 也为L15逐渐打开市场奠定基础 事实上 L15AW是我国出口级高级教练机中配置最高的 日常能够很好的完成飞行员训练任务 同时还可以作为战机 毕竟L15AW装备了先进的雷达和可嘉丽的握上发动机 凭借先进性能获得争动国家的青睐 而且L15AW是我国按照国际标准研发的一种高级教练机 具有整体气动性能好 机动性能高 推重比大 并且使用生命长等先进优势 在性能效能方面 要略胜于雅克130和M346甚至匹敌T50教练机 更重要的是比同类教练机价格还要高五分之一 无论是彩虹战机 翼龙战机 大江无人机都在中东市场大放异彩 不仅在反恐战场发挥巨大作用 还让中国武器装备能够得到大量实战经验 研制出更先进的战机 相信这次购买的L15AW也能让中东国家惊艳一把 其实早在2014年 赞比亚就成为L15首个海外客户 同年委内瑞拉也购买了24架 这次中东购买最高配置L15 还能很好地为我们的飞机做个宣传 而且我国已经可以先后研制两款无大机了 中国航空工业正在走属于自己的独特路子